全人类的希望 红与雷神背水一战金角巨兽 你说这时候 世界上有多少人在看着咱俩啊 雷神的心态真的是太好了 哪怕知道是去赴死 也不忘把乐观的心态传给观众 在镜头里用雷电形成了一个爱心 随后掏出了一个 一个二维码 前面的当我没说 高端的二维码往往以雷神的介绍方式出现 雷神确实没个正形 实锤实的逗逼了 明明那么紧张的气氛 被雷神这么一活跃把我逗笑了 官方整活最为致命的 红与雷神飞往金角巨兽时 有点盖亚和迪迦的感觉 奥特曼从M78星零飞来了 随后雷神也开启了自己的石洞天 看起来也非常帅气的 红这边也开启战斗模式 双方激战在了一起 红与雷神都燃烧了自己的灵魂 这种状态下爆发力高 但持久力下降 双方大战许久 从海面打到了地球之外 不分胜负 金角巨兽开启了自己的天赋神通 吞噬技能 红与雷神这边早有应对 直接让金角巨兽吃个饱 顺便还在这些飞船残骸里 加了几颗跳跳糖 这种行为相当老六 替金角巨兽默挨三分钟 这种行为也激怒了金角巨兽 人家金角巨兽只是个孩子 这是小孩子能吃的东西吗 破解掉金角巨兽的吞噬技能后 红与雷神纷纷开大 直接把金角巨兽肚子 打穿了一个大窟窿 雷神这边也不好受 身体都变成两劫了 这一幕看着着实让人心疼 这种舍身 妄死因有无畏的精神 值得我们的尊重 之后红与雷神 钻入了金角巨兽的肚子 这是金角巨兽肚子里的画面 一开始我还看不懂 看了第二遍才发现 这些类似星球般的画面 原来只是金角巨兽肚子里的场景 这也难怪金角巨兽能吃那么多东西 肚子藏着一方小世界 之后就是红与雷神 在金角巨兽的肚子里 发动疯狂的进攻了 这边金角巨兽的生命体征 在不断下降 直至金角巨兽的生命体征 彻底归零 最后是金角巨兽 与进度条坠入 也不知道金角巨兽死没死 进度条就爆头了